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够在温暖绚烂的阳光当中沐浴是花儿的幸福 那么能够用温暖至于的歌声给爱他的粉丝们回报 用力所能及的善举给身边的人帮助 用精彩绝论的演出给赏识自己的老师们慰藉 这应该就是周深的幸福了吧 作为周深的粉丝应该也是幸福的 他不仅用天籁空灵的声音 揭起了人们心灵的律动 还以和蔼可亲的处事方式 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 善善若水的人生价值观 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对女性的尊重 在《文明唱将猜猜猜猜》当中 周深是深刻体会到了做女孩子辛苦 说穿着高跟鞋特别累 女孩子们都特别辛苦 对于女性的尊重感又上升了一大截 需要对女孩子好一点 在综艺节目亲手架道里面 七位在雨天之后下车 就被周深追着给打散 在去微哈哈大笑的时候 怕他意外落水 下意识就伸手去护住 演唱会结束之后 一起大合唱的时候 因为担心穿短期的粉丝 会意外的走光的时候 就提议站着照 当小姐姐们蹲下的时候 就跑到身后半跪着遮挡视线 担心蔡明老师下排不安全的时候 就立马伸出手去迎接等等等等 不想记流水账了 你也可以来说我懒 周深对于女性的尊重 是刻在骨子里 大多数的动作都是出于不经意间的 是对于粉丝们的宠爱 周深在微博里面的相爱相杀 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 甚至将其当成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当被学生粉要回复几个字 来做几道题的时候 这个劝学生马上就上线认真劝学 字数不够还用啊啊啊来代替 太可爱了 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忘记交代说 回家注意安全哦 钱包手机要带好哦 还要深深的居上了美工 当然还有那句撕心掠肺的少管我 生命和周深的关系 没有举案其眉相近如兵 但是有打打闹闹互相关心 没有明星架子 待人和爱真诚 相处调皮搞笑 这可能呢 也是周深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吧 从不辜负老师们对自己的期望 周深的心是无时无刻的怀着感恩的 面对自己的老师 或者是赏识自己的人 他都一直在努力的变强变好 从来都不会让他们失望 周深一次次的在节目上面 都是从身体和言语里外 透露着对老师的尊重 谢谢老师总是挂在嘴边 说话谦逊 待人真诚 当秦深深夺得我们的歌的冠军的时候 周深用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感恩导师那英 一路走来的支持和帮助 用情势合物感恩 廖畅永老师一直以来的栽培 用自己按的铃自己听 感恩高晓松先生 对于自己的赏识 史于言之 终于才华限于人品 是一个人在大众心中 成为偶像的历程 而周深在三方面 达到了成为偶像的标准 周深有越来越多人喜欢的魔力 不止他天类般的嗓音 还因为爱人者 人恒爱之 因为爱的两边 构成了这个世界上 最完美的方程式 此外周深接党 多项综艺节目的同时 也发布了不少的新歌 这么努力的他 很快便在娱乐圈 有了一定的地位 粉丝量更是不断的增加 在最近一期综艺节目当中 周深作为时代传唱团的团员 对于现唱的雅力 做出了评价 认为雅力现唱的江南 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不似林俊杰版本的心痛 反而是将这首歌曲的意境 唱出了放下洒脱的味道 不仅是周深 在场的时代传唱团团员 对雅力唱的这首歌 都是很认可的 然而在提及雅力的时候 周深依旧是很有礼貌的 称他为雅力姐 当然周深的礼貌 一直是众人皆知的 而周深在评论完之后 大家突然给他带来了一个江南梗 因为江南这首歌曲里边 有一句深深看你的脸 而周深突然成为了 大家看热闹的对象 周深参加综艺节目 多了反应 却是出乎意料的快 再一句 他就是那个被爱上的女孩子 你就是那个心很痛的男子 出现之后 周深也是出现了一次的停顿 便唱到了祝你平安 根据周深的回应的话 我们也是听出了渣男的异味 但实际上 这只是综艺节目里边的一个玩笑 周深和雅力之间并不是很柔性 这样的回应 也是引起了在场观众的大笑 当然这方式 若是放在情侣当中 那是实锤的渣男无疑了 但综艺节目 本来就是让大家开心的 周深的回应 无疑是高情商的表现 既不让自己尴尬 还多了几分幽默和风趣 可以说周深如今是越来越成熟了 而随着他如今 在娱乐圈及歌坛的地位的提升 无疑以后还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好歌曲 不知道你们期待吗 说话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